我自己 今天我們來到的清景哲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知名的觀光旅遊景點 相信我們明明也有很多類似的景點 可以再去加強的推廣 其實我們本身具有非常好的觀光景點 所以未來在我們當縣長的帶領之下 還有我們文官處以及地方的觀光協會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相信我們明明的觀光一定能夠像日本的觀光發展一樣 能夠日日越來越好越來越前進 其實在日本幾乎每一個縣市都在推動觀光 也發現他們對於自然景觀的重視之外 還有文化遺產的部分也相當的重視 這部分跟我們在張縣長上任之後 把文化跟觀光結合在一起 那對於現在的這一些文化資產 然後結合自然的觀光景點 還有在地的物產 如何介紹給來自全世界的朋友 即使是不模而合 我們透過今天的一個走訪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也可以接近的地方 那如何讓我們這些觀光景點更加有亮能 那我想也能夠吸引更多的這些國際的旅客 來到雲林縣 那我想我們透過這次2023年 台灣觀光經濟產業的一個白皮書 那發現日本人其實也非常喜歡來到台灣 那台灣也非常喜歡來到日本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多邀請更多的 這些日本的朋友來到我們雲林縣 尤其是我們現在積極在打造雲東國家風景區 跟雲西國家風景區 不只是把我們山區的美好跟海線 台灣海峽之美通通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們會看吧 我們會看到遠足的 這麼多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很 yay 我們會看到 你們會看到